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左右两手 双手都出现了明显的失业线 这个是这条黄线 这是比较好的 代表将来能够在失业方面做到有所成就 并且比较稳定 那么失业线一般清晰、伸长 没有什么间断或者是导纹 或者是这个弯曲 说明失业比较稳定 那么感情线特别的长 深入到食指跟中指的指缝 这个就有点冲了指缝就容易犯小人 形成小人纹 小人纹的几种状态 就是一个是主线天纹冲指缝 一种是单独的 另外有一条纹路 小短线冲的指缝就容易犯小人 也是要注意这个低血糖的症状 在感情上有一些波折和磨难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左右两手 左手的智慧线出现明显的中断 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 直接影响的是感情和姻缘的未来 我们说这个智慧线 看感情一定要看智慧线和感情线综合来看 那么看事业呢 一定要这个预注文跟天文结合在一起看 这个智慧线中断 包括智慧线 严重的下垂或者是有导文 都是会影响到感情的 那么严重的话可能会有离婚之相 不过右手的智慧线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左手看命右手看运 是这个后天的这个因缘 会慢慢的进行一个弥补 那么说明啊 在婚姻的时候晚婚 心性成熟之后呢 这个结婚之后会更好一些 那么如果说是 这个整个文路还是有一点格局不够开阔 像这个你看 他这个人文和地文呢 粘合在一起 这个整个天文和这个再加上小指 左右两手小指往外翘 他都是预示着 这个晚年的运势会稍微不如意 这是段长的 这个段长非常不利于婚姻 但是却利于你的财运和事业 有段长的人呢 大多数是命令科亲人 左手段长是长兵符 右手段长是长财库 说明啊 这个是对于你的 这个事业和财运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容易啊 对双亲 甚至会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进行一个行课 这是一个段长之人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